大家好,我是红红 是一位80号的独居老姑娘 从小到大没上过班 自己在家里创业,画画赚钱 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画的画 下午一点多钟直播,画这个小兔子 现在是半成品啊,没有画好 明天下午直播再继续画 现在下午快六点钟了 准备做晚饭吃,然后喝点小酒 最近失眠比较厉害 然后有很多网友叫我赶快找个人结婚 治疗失眠的 我觉得女人要学会独立 结婚也可以,不结婚也没关系 反正又饿不死 不独立的女人,不管你结不结婚 你都会过得很卑微 我厨艺不怎么好 但是自己觉得好吃就行 准备做晚饭了 做完晚饭,喝点聊聊天 晚餐做好了 四瓜面条 凉拌虾仁黄瓜 五骨鸡爪 这样的晚餐你们觉得怎么样 比较简单 做起来比较简单 然后喝点白酒 这么好的菜不来点酒 感觉缺少一点什么 你们觉得呢 来一小杯吧 这闻起来特好闻 先吃点面条,垫下肚子,然后再喝 然后放在旁边 等后面吃,然后先喝点小酒 跟你们聊聊天 这个五骨鸡爪是直播间买的 所以说这个是不用自己做的 这个是自己拌的 来,朋友们,碰一下 你们随意啊,筷子 我这个粘拌黄瓜 这粘拌也很简单啊 啥也没放 就换粘拌汁 它这个粘拌汁有点微微辣大了 挺入味的 很好吃 好饿 牵住了 好好吃 这是北极田虾 上次买了还没吃完 吃东西啊 越简单越好 你煮的太猪口味了 煮的太复杂了 吃一台对胜利 没啥好处 回味一下 喝白酒要回味一下 我这个白酒是酱香型的 它口感很浓郁 不知道怎么形容 吃黄瓜是你咬起来 好好听哦 很有食欲 它这个北极田虾 它是野生的 知道吗 野生的 吃虾不要吃养殖的 不好 吃这个鸡爪 这鸡爪我是昨天吃过一次 很好吃 也很入味 我感觉我买东西的好好吃 但是它这个有点辣 我叫的是中辣 其实我喂辣就可以 但是我叫的是中辣 我买东西的好好吃 我画的吃到画 慢了将近两百个了 但是我画兔子很少 这个兔子是画了第三个 才第三个 我感觉我的魂是属兔的好少 十几万魂是 也没有属兔了嘛 都没人教我画兔子 还剩一小口 朋友们我自己慢慢吃的 我们下个视频见吧 你才能 咱过 也不想 帮 你